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 今天大新闻不多 正好回答观众的问题 原本今天的素材是要用在明天的会员节目里的 所以我等于是把明天的会员节目提前到了今天 两边换一下 等于今天也让我提前给公布了 明天我们要花点时间好好地说说中美峰会 另外展望一下未来的世界格局 在这还是要向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近大家一直都在关注六中全会 结果有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算是习近平明年登顶二十大 那情况会像你们说的那么糟糕吗 你看现在党内有各个派系 老百姓也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 难道习近平就真能把中国再拖回到以前的中国吗 针对朋友的这个问题 我正好准备了一期节目来聊这个话题 所以我就把这期节目放到了《答观众问》这个系列里 我们以史为界 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来展望一下习近平登顶以后 他的后果是什么 下边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漫谈 给大家讲讲当年的金日成 当年30多岁的那位小金 也就是后来的金一胖 当初是如何练成的 是如何成为熬下去7任韩国总统 统治朝鲜46年的一代伟大领袖的 从当年金一胖的那个事迹里 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当今 习胖的影子 说到金日成 他原本的名字叫金成柱 13岁的时候随着父亲逃到了中国 当时定居在吉林 在那上的小学 所以他的中文连说再写都没问题 说一口东北话 后来参加抗联打游击 最后当的职务是一个营长 金成柱曾经改名叫金一兴 至于什么时候叫的金日成呢 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你像韩联社公布的美国档案馆的资料 显示金日成这个名字 其实是他叔叔的名字 他叔叔当时有50多岁吧 带领着一支抗日游击队 在这打游击 很能打 也很有名 在朝鲜族的老百姓当中很有声望 但后来他叔叔死了 金成柱就顶了这个名字 改叫金日成了 现在想 其实也很合理 你像在东北的包括很多土匪 包括一些地方武装 你像你一旦闯出名号来 那后来的那个继承者把这个名号也就接过来了 因为这个名号在江湖上已经闯出来了 已经很有名了 这个大家都认 所以也能想象当时他叔叔死了 把这个名号 包括把这支队伍都交给了金日成 抗联后来损失惨重 只好退入到苏联的境内 经过苏联的改编整讯 就变成了正规军的一个旅 而金日成 就变成了这个旅的第一营的营长 军衔是大位 抗战胜利的时候 金日成作为被苏联选中的马仔 随着苏联的军舰就回到了朝鲜 在平壤举行的欢迎苏军军队的这个大会上 金日成佩戴着苏联的红旗勋章 这个档次是非常高的 第一次被苏联人正式给推了出来 说他就是朝鲜人抗日最大的民族英雄 为什么我们给他一个红旗勋章 因为他是最大的英雄 因为金日成的长期不在朝鲜 很小就出来了 平时他说的都是东北话和俄语 据说他的朝鲜话说没问题 但也说不是太利落 当时群众大会讲话 讲的也是磕磕巴巴 这底下的老百姓看着他也别扭 因为在江湖的传说 在大家平时的印象里 那位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金日成 是一五六十岁的老将军 你看现在这人30出头 当时他只有33岁 怎么是一小伙子呀 结果让大伙子都感到非常的错乱 而且一看你现在连朝鲜话都说不好 结果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冒牌货 这是苏联 安排的一个骗子 但当时你是在苏军的管制之下 在刺刀之下呀 金日成还是当上了委员长 但人们不服 金日成在平壤的一次集会上 有人就朝他扔了一颗手榴弹 结果旁边保卫的一位名叫雅可夫 诺维琴科的苏联士兵 当时都是苏联人保着他 一看手榴弹过来 放拥就扑过去 把这手榴弹给压到了身下 来保护金日成 结果他这右半边都给炸烂了 当时失去了右臂 腹部也受到了重伤 说到这位士兵 后来可不得了了 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护驾 这可是第一功啊 最高勋章 随时去朝鲜 那都是大人物的待遇 他这拼了一回命 你想当年的金日成 就是这么一个朝底子 就是这么一个基础 就是这么一块料 那他是怎么一步步的崛起 最后成功的干掉党内各派 最后是一统天下 打造出了铁桶一般的 后来的金家王朝的呢 苏联在支持朝鲜建国之前 在1945年的10月10号 在苏联的组织之下 就成立了朝鲜劳动党 然而朝鲜劳动党在成立的时候 并不是铁板一块 因为当时苏联撮合了很多的派别 一块凑了这么一个党 这里边还有朝鲜共产党 最后都加入了这个朝鲜劳动党 当时最主要的力量 总共有四股 分别是延安派 国内派 苏联派和游击队派 说到延安派 这一派呢 大部分人都加入过中共或者是中共的军队 这里边有从红军 到后来的八路军 新四军 直到后来的四野 什么时期的都有 他们都参加过中国的抗战 当然他们是朝鲜族了 后来呢1945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 他们被派回国 说到这些人都是中共的中高层的干部 那和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自然都属于亲中派 像这里边的代表人物有武庭 金斗凤 崔昌义 朴依宇等人 说到苏联派呢 这一派是指在苏联出生 然后在苏联工作 加入了苏联国籍 就是一帮苏联人 后来因为是朝鲜族嘛 会讲朝鲜话 随着苏军就回到了朝鲜 参与建国的这帮人 里边的代表人物有许家仪 朴昌玉 南日等人 南日大将 很多人应该都有点印象啊 说到国内派呢 这一派就是在日本占领时期 坚持在朝鲜国内 进行地下活动的原来的朝鲜共产党这帮人 他的首领叫朴县勇 另外呢 还有游击队派 这部分的已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 后来又转移到苏联 那帮源东北抗联的一些中级军官为主 这里边的核心人物 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那个大名鼎鼎的金日成将军 就这么一个小破胆 还分这么多派 有点乱是不是 问题是 在这四大派系的下边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派系 那这是错综复杂的一塌糊涂 结果这就导致了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金日成 虽然作为他是委员长 他是一把手 但要想办成一件事 决定一件事 那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说到朝鲜人 当然也包括韩国人了 因为长期的践行中国文化 同样非常热衷于内斗 也非常善于内斗 从金九时代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 从那开始 就这几波的人一直是矛盾重重 内讧不断 向苏联人撮合成立的这个劳动党 那自然也不例外 在这个大杂会一样的朝鲜劳动党中 作为延安派和苏联派 那势力是最大的 那苏联派那就不用说了 整个国家都是人家苏联扶植建立的 那苏联人安排自己的人上位管事 这再也正常不过了 而延安派呢 则属于在抗日战争中 这帮人有实战经验 是一帮实力派 人多力量大 他们掌握军权 等于苏联那帮掌握政权 延安派掌握军权 在第一届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的13个席位中 延安派占6位 苏联派3人 国内派2人 游击退派算上金日成2人 这其中自然就以延安派和苏联派的势力最为强大 而国内派和所谓游击退派的势力 是比较弱的 金日成当时呢 尽管作为朝鲜名义上的一把手 但你这个游击退派的势力太小 反而在整个的政治局里没有什么发言权 而且呢 在政治局的这13个人里边 各个参加革命都比他早 资格都比他老 除了游击退派那两个人 论起之前其他那些人的职务来 哪个都比他高 所以说呢 个个都把自己当成老资格 瞅你年轻人 这帮人不但不配合这位小金同志的工作 还都处处和他唱反调 大家心里都看不起他 你这不就是苏联人扶植的一个傀儡吗 大家都这么想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报复 而且有着超人政治手段的年轻人 从后来他孙子三胖的身上 我们就能看到当年老金的那个风采 你们都不拿我当回事 都看不起我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但在当时 金日成他就忍了 为什么呀 因为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他特别需要军事人才 特别像延安派里边有像武庭这样的猛将 而且当时又是一致对外的关键时刻 让外必先安内嘛 当时保持团结那是最重要的 否则美军还没来呢 自己这边就先把自己给搞死了 说到这一点 金日成他是拎得清的 但是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愤怒和杀鸡 已经慢慢的生根发芽 总是有算账的那一天 这位小金同志呢 你别看他打仗不行 别看他治国不行 但不愧是在中国待过那么十几年 他深按孙子兵法那一套 他清除政敌的方法 基本采用了一种 循序渐进 逐个击破的策略 逐步的把他的政敌清除干净 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 金日成依靠着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 就开始搞极端的个人崇拜 造神运动这就开始 当时全国上下都充斥着对金日成的赞颂 当时甚至夸张到 金日成同志从儿童时代 就开始领导朝鲜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了 那个宣传是铺天盖地 已经到了让党内同志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从儿童时代人家就领导了 但是这套拙劣的把戏却得到了人民和军队的大力支持 毕竟老百姓他是最好糊弄的 在这儿也多说几句 你像朋友在问题里提到的改革开放40年 老百姓 怎么还会允许复辟伟大领袖这一套呢 但实话说 老百姓在整个这个局里 它从来也不是个问题 当然可能其中有少部分人对此不满 甚至是愤怒 但大多数人是可以被任意摆布的 这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说来后来的三胖走的也是同样的路数 你说你上了一小屁孩 当时在他爸爸的葬礼上都有照片 三胖身后站着台棺材的七个大臣 那个个都不好惹 但这三胖他有办法 一上来我啥事也不管 反正你们也不让我管 我就下基层 我就跑部队 你看当时那照片嘛 大伙抱他胳膊 哭得是稀里哗啦 结果在朝鲜 天天新闻里边都是这个 就整这个老百姓的问题 这就解决了 那合法性就拿下了 有了民心 现在我再回头逐个拿下那些顾命的大臣 像当时什么桀骜不驯的李英浩大将 当时手握朝政的张成泽 他辜负等等 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说到三胖后来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 他就公开处决了他辜负 以及340多个军政的官员 习近平是抓 三胖直接 犬决 炮决 直接就给毙了 后来加上他大哥 他换掉的国防部长 比之前朝鲜建国那么多年的国防部长 加起来都要多 所以说控制了笔杆子 搞个人崇拜这套东西 这是很有用的 这是非常厉害的 说到当年的一胖 二胖 三胖 都是从这个点开始的 这个习胖也走的是这个路子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故事再回到一胖 随着权力的日益巩固 这金日成就开始了小动作的 排除异己的 尝试 他先搞的是苏联派的那位领袖许家仪 当时呢 以修复水利设施不利 以这个罪名 把当时时任内阁副首相的许家仪给降值了 大家注意啊 只是降值 当时并没有批倒批臭 小规模的给你降一个值 看看当时苏联的反应 当时苏联 没有反应 接着搞的就是延安派的领袖武廷 当时以平壤失守作战不利的借口 解除了武廷的兵权 到这时候试探就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次又往前走了一步 刚才是降值 这次是撤值 看中国的反应 当时中国没有反应 等于金日成最担心的就是苏忠这两位大哥 你让苏联扶持自己建国 中国正派兵在那儿保着三八线 这俩我谁也惹不起 当时有驻军嘛 现在我尝试性的我先试探一下 结果发现两位大哥都没吭声 都没来收拾自己 这小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 说到武廷 咱们多说几句 武廷那是长征开始的时候 在队伍里 当时有30多个朝鲜族人 他是唯一一个后来活下来的 他一直跟着彭德怀 因为他是炮校毕业的 他懂炮兵 号称他是中共红军的炮兵的鼻祖 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炮兵处的主任 八路军首任的炮兵团长 当时就那么多炮 后来朝鲜光复 大家都往回派朝鲜人 中共当时往回派这个武廷 是回去当一把手的 当时的位置是要在金日成之上的 但是苏联人选择了支持他们更熟悉的金日成 而那个性格桀骜不驯的武廷 尽管他的军事才能 远超过金日成 但是回到了朝鲜之后 就被刻意的边缘化了 现在金日成抓住了他弃手平壤的这个把柄 其实当时平壤谁也守不住 根本就守不住 结果以这个为借口 武廷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永远开除出党 发去劳改 结果一两年以后 武廷就死了 现在兵部雪人拿下了这两派的带头大哥 极大的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 深暗平衡之道的金日成 就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国内派 毕竟你不能老按着一派在这收拾 这容易引起反弹 所以说每个派系咱们都平衡一下 都收拾一下 这样大家看着也比较公平 结果这次收拾的这个国内派的领袖就是朴宪勇 朴宪勇这个人在朝鲜的威望是很高的 是当时朝鲜的二把手 他对金日成一直看不起 意见非常大 做什么事我都跟你对着干 给人的感觉这人就是派来专门和金日成来抬杠 在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的演讲中 一个国家级的演讲 朴宪勇 甚至没有提金日成的名字 这就等于是公开和领袖叫板 这就相当于公开撕破脸了嘛 那你这种人还能留着你过年吗 所以这位朴宪勇的下场是很惨的 在1953年被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判处了死刑 并在1955年给处死 说到前面苏联派和延安派 后边有两个大国在后边支持 他们的人我都敢整 你一个国内派你要啥没啥 你也敢跟着我对着干 不搞死你才怪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程度啊 说到整苏联派 我只是把你降职 部分的拿回了政权 说到延安派 我直接撤你的职 拿回了军权 说要啥没啥的这国内派 我直接就宰了你 直接判你的死刑 至此除了游击对派之外的那三派力量实力大减 而本来处在最弱势的游击对派 这时候崛起 金日成就逐步控制了朝鲜的军政大权 但是这事儿到这儿还远远的没有结束 朝鲜战争之后 金日成就提出了他的主体思想 大家注意啊 这思想就出来了 入党章 入宪法 彻底的树立起了个人的权威 当时呢 他就严厉的指责苏联派和延安派 说你们这些人 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习苏联的方法 从中国回来的人主张学习中国的方法 可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朝鲜的革命 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 由此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排除异己的行动 1953年停战之后 那个国内派的李承叶等另外的11个人 都被扣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 提起了公审 并在一周之后全部被枪决 到此整个那个国内派的势力全军覆没 随后呢 金日成又把矛头对着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参与力量 苏联派的那位被降职的许家仪被迫自杀 延安派的朴仪宇 说到这个人可是有名 在中国很多的老电影里都有他的身影 此人曾经是中共七大的代表 他官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 兼副政委 看朝鲜战争的老电影 经常有他的身影 据传的这个人是毛泽东安插的一个个人的代表 结果到这一步也被开除出党撤销了一切职务 到这儿苏联派和延安派 损失惨重 眼看着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结果就让残存的延安派和苏联派认识到 再这么下去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当时唇亡齿寒嘛 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 现在已经到了不是金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不是金日成死就是我们大家亡的这个地步了 于是呢平时也不对付的那个苏联派和延安派 这时就走到了一起 决定共同协力对抗金日成 于是呢在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宗派事件就发生了 说到这儿呢就特别像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中共的这个二十大 这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说到八月宗派事件或者叫八月政变 它是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 当时呢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呢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对苏联的这些卫星国从原来的高压统治严格的控制改为怀柔管制 给大家一定的自主权在经济方面允许搞一些适当的市场化 当时赫鲁晓夫这些改革措施也引发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连锁的反应 包括呢1956年在波兰 发生了那个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 原来这可了不得啊现在允许罢工了 另外呢保杰利亚做了一些经济改革 当时中国也搞了一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当然呢后来证明这是引蛇出动啊他要搞反右 当时至少看着也是比较活跃的 所有的这些消息自然也就传到了朝鲜劳动党这帮人的耳朵里边 很多人对金日成的不满啊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希望你金日成也能有所改变 不能像现在这样搞那个个人崇拜了 好家从儿童时代就领导朝鲜革命了 你这也太出圈了 但是这位金日成呢不但没有改善的迹象 相反的依然致力于排除异己 巩固自己的权力 结果这就引起了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恐慌 形成了彻底的绝望 大家为了自保就产生了一个想通过政变 搞掉金日成的这么一个想法 结果机会还就真的来了 战争结束以后 朝鲜被打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急需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 为此金日成决定 在1956年的6月1号 他要去出访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去争取经济援助 他要去转这么一大圈去要饭去 趁金日成不在国内延安派的金斗凤 崔昌毅 尹公亲 许晖等人 就联系上了苏联派的朴昌裕 李向潮 金成化等人 他们这帮人就偷偷跑到了 苏联驻平壤大使馆见面开会 最终决定 在8月2号到8月4号举行的这个中央全会上 他们要突然集体发难 要罢免金日成 因为根据朝鲜劳动党的章程的规定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选举和罢免党的领导人的权利 因此在理论上只要是大多数人通过就可以一举罢免金日成 为了争取中苏两国的支持 对苏联派的嫖娼 就先去和伯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 之后呢觉得心里不踏实 又派李向潮亲自到访了苏联 最终他们取得了苏联的默许 延安派呢也多次派人到中国大使馆去说明这件事 毛泽东呢虽然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话是颇有微词 但是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和金日成爆发的种种的矛盾 以及最近这段时间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清洗 他感到更加的不满 因此呢毛泽东 和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都对此表示支持 那彭德怀打那天也没看上过金日成 他当然举双手赞成 在取得了中苏两国的同意之后 这位尹公亲 就在8月2号通过大使馆 通报苏方 我们已经准备完了一切 接着呢又有李向朝告知苏方我们已经拟定好了替代金日成的人选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这个中央全会的召开 我估计听到这儿就会有朋友感到不安感到不妥了 你有这么多人参与 而且有多次和背后的那个大国进行联系 你怎么能做到密不透风的保守机密 就算你们这帮人小心 你们做得到 但在那两个大国里 金日成都有 间谍 都有他的支持者 你怎么能够做到保密呢 所以说呢这帮企图政变的所谓改革派的人员他们不知道 这个政变的消息 早就泄露到了金日成那里 而且金日成 已于7月26号 提前秘密返回了朝鲜 这帮改革派完全都蒙在鼓里 金日成回来以后迅速做出了部署 原定的那个8月2号到8月4号的中央全会延期 延期到8月30号到31号 这样他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应对 接着呢他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措施 他精准的判断出这次的政变就是延安派唱主角 所以呢他立刻把以前拿下的苏联派的那帮人全部官复原职 然后进行好言的安抚 咱们是一伙的呀 结果这招是很有效果的 这帮苏联派立刻就叛变了 一下就把延安派给孤立了 另外呢对于在会议上的作息安排 金日成特意把延安派和苏联派 你们分开坐啊别坐在一块 都把你们给打散了然后 都安排上了自己的亲信就坐在这些人的身边 我不能让你们扎堆 不能让你们有机会商量 来压制这些人的气势 而延安派对金日成的各种部署 并没有做出相应的 调整 而只是静观其变 这也是整个政变惨败的一个原因 1956年8月30号的中央全会上 第1个和第2个发言的那都是金日成的死党和支持者 接着就是由延安派的尹公亲站起来发言 这位老尹还是真挺猛的 正式开始发难 大声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认为劳动党的主席不应由金日成这样 不负责任的人来担当 但是所有这一切早在金日成的预料和掌控当中 尹公亲的发言立刻引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骂声 崔昌毅这事随即跟进 想试图挽回局面 他质疑金日成过度发展重工业 而不是用来发展民生改善民生 但是他的发言呢根本就无法完成 数次被众人打断那个会场乱成了一国粥 谁说什么都听不清楚 到最后金日成只用了两句话就搞定了大局 不发展重工业就没有安全的保证 难道你们想做王国奴吗 说到这儿他站起来用手点指 说这些人都有外国背景 说的就是延安派和苏联派这些人 然后面对着自己人 你们愿意做外国的傀儡吗 大伙的反应大家都能想到 我不愿意啊不行不答应 短短这两句话他就得到了绝大多数参会人员的支持 大家站起来激动的为金日成鼓掌 改革派的政治这个政变是败局已定 眼看大势已去的尹公亲 趁着午饭的时间他就逃离了会场 并在当晚和什么许晖 李碧奎金刚等四个人会合 然后开车他们逃往中国进行避难 他们就跑了 到这儿政变是彻底失败 金日成大获全胜 此后金日成把党内的反对势力 朝鲜的党外势力已经社会各界全部给整肃了一遍 劳动党彻底成为了游击对派 一家独大的局面 金日成掌握了朝鲜的全部的权力 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大家注意啊 这可是发生在1956年的事 说到中共的志愿军是在1958年才撤离朝鲜的 当时志愿军还在呢 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个人封建帝王的小朝廷是雷打不动变成了一个铁打的营盘 他就这样 他就练成了 到这儿呢我们把整个过程总结一下 一个被苏联刺刀送上宝座的一个年轻的傀儡 是要能力没能力 要资历没资历 要得望没得望 这说起来呢有点像最早的那个汉县帝 但是他就通过紧紧掌握的那个笔杆子 通过造神个人崇拜 他先拿下了民心和基层官员的支持 之后呢他就开始逐步的试探 先搞主政的苏联派老许 一看没事 苏联没反应 然后再搞手握军权的延安派老五 结果也没事 到这时政权和军权基本上已经控制在他的手里 这时他就不客气的拿下了国内派的那位老朴 大家注意他先后拿下的这个顺序其实是非常讲究的 他的城府和心机是非常深的 再往后呢就是提出了那个所谓的主体思想 就像这次的六中全会是一样的 彻底奠定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的地位 这时可就不是造神了 而是一举成神了 到了这时他的打法依然非常讲究 他一举全歼了那个没有后台的国内派 这时呢他的人马在所谓的政治局里已经开始占据上风了 之后再对那个延安派和苏联派进行逐步的蚕食 就是在最后的这场摊牌博弈中 因为呢有当时中国驻军撑腰那个延安派实力是最强的 只要解决了延安派那个苏联派就是顺水推舟不战而勤 所以呢他成功拉拢了苏联派 重点打击延安派 最后是个个击破谁也没留下 一举全歼 一方面呢在这里面我们确实要佩服这位金一派的心思缜密 战术得法 说到其他那些人和他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说到另一方面也为那帮苏联派感到叹息 说到这些人的表现像不像现在的那个团派 你在最后的那个关键时刻便捷最后让那位老金做大最终结果怎么样 谁也活不了 所以说如果欣赏这里面高超的拳斗技巧的话 我们确实要起立为这位老金喝彩 从当初那么低的一个起点 最后能够击败众多强敌 成功登顶 最后打造成了一家之天下 这里边的战略和具体的战术 确实是厉害 最后说一点尾声 尹公钦等人跑到了中国之后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毛泽东闻讯是大怒 当时正赶上9月中旬中共的八大召开 苏联和朝鲜就都派代表团来了都来参加都来祝贺当时讲究这个大家都是一伙的 结果金日成就没敢来 把崔雍健派来 毛泽东可逮着人了就把这个崔雍健是狠狠的臭骂了一顿 崔雍健当时硬着头皮也没敢吭声 毛泽东接着就找苏联代表团的团长米高阳问这事怎么办 米高阳说那我全听主席的意见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米高阳和彭德怀就去平壤找金日成谈话 彭德怀一见金日成那就拍了桌子呀 当时就说 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 必须要撤销这项决议 马上再给我开一个中央全会 金日成一看彭德怀的脸色可能是怕再抽他 当时只能无奈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 于9月22号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 承认那前面那个8月全会的决议处理问题的方法有点过于简单了 同意恢复崔昌义嫖娱等人的职务 包括恢复那些出逃到中国的那些同志的党籍 但是当时金日成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中国把你的志愿军都给我撤回去 米高阳和彭德怀一块回到了中国跟毛泽东说我们都搞定了 结果当时毛泽东冷冷的说 没这么容易 问题并没有结束 而只是刚刚开始 果不其然金日成并没有履行对中苏两党的承诺 不仅没有在媒体上公布这个9月全会的决议 这个会那就跟没开始一样的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假的 就是糊弄你的 然后下面呢他继续对那些不同意见的人员进行迫害 导致更多的人跑到中国来避难 这时的中苏呢都扫着这个朝鲜 都不搭理这金日成 导致当时金日成的处境一直是很困难 但是后来呢中苏交恶 这金日成突然就变成了香馍馍 两边都来拉拢他站在自己这边 结果就让金日成呢 成功的度过了这次危局 直到58年中国撤军 金日成也就从此彻底掌握了朝鲜的军政大权于一身 继续推行个人崇拜 朝鲜就成了 金日成家的朝鲜 这也就为金家未来的世袭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如果把现在的习近平和当年的这位金一帕做一个对比的话 那这位习帕 大概正处在刚刚树立完思想的那个阶段 他现在已经确立了主动的优势地位 但是其他那几个派呢还都在 如果大家不想看到当初朝鲜的那一幕发生的话 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那在二十大上最终的那个胜负 还不一定呢 胜负 还未分 当然如果团派像当年的苏联派一样被习近平拉拢 孤立和干掉江峰势力 那整个的大局也就变得无法收拾 所以说呢对其他的各派而言 现在就是当年那个8月宗派事件的开始 阶段 不知道众人是否有当初的那个心 是否能够改写一个新的结局 像朋友问的 现在就是让习近平专权又会如何呢 后果有那么严重吗 他会是下一个金一帕吗 我想这就要看看他们在成为最后的独裁者之前 他们的做法是否是一致的 看看现在六中全会的公报对习近平的定位和吹捧 再看看之前的那些造势造神的那些万字的长文 你说正常人会这么干吗 甚至当年的邓江湖也不会这么干 这和当年的那位老金有什么区别 说到现在那位彭太太也不甘寂寞 也开始蠢蠢欲动 当然以前呢只是在背后啊指挥一下春晚 现在那也要站在前台 开始要抓抓中国人的文化文艺事业 这不就是第2个江青 所以说呢看现在 比当年我们就可以预知未来 就可以预测 以后了 那些党内党外现在还对习近平抱有幻想的人 你们就看看当年那位金一胖 在一统天下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说到众人 别说你的财产了 有几个活下来的 如果再不齐心拼这么一次的话 那就再也 没有机会了 当然有人一定说了 说到习近平呢他有没儿子他何必呢 没亲儿子 他可以有干儿子呀 为了现在干到死 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为了整个家族的安全 他是会想办法让这个权力传承下去的 你看他现在想的 是想彻底的拿到权力 如果让他一旦成功 他就会想着如何来保住这个权力 如何来延续这个权力 到了那个时候 现在的所谓各个派 那都是他的威胁和隐患 毛泽东这一辈子为什么整了那么多次的政治运动啊 一句话到了那时候 你们一个 也 活不了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就是我们这期的漫谈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 再见 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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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见